而且还有很多问题 包括了有人觉得说这是凭什么呢 这个大捅长机和副卫箱涉入混油案件 而这混油这个混冲的免子油的产品 业者居然是能够将部分的油品回收之后 更换标示就能够再上架 官方就解释了大捅长机回收的油品 混同业绿素的这个42项商品 是不能换标只能销毁 而大捅长机另外有40项 和副卫箱25项混冲免子油的油品 是确实可以回收再换标 不过呢要上架就得经过卫生局核准 和民众信心这两道关卡考验 桌面上陈列大批油品 全是大捅长机出品 这些遭到业者混冲免子油的油品 在混油案爆发后逐一回收列管 不过仔细看大捅长机的沙拉油 或者调和油 这些油品就算混了免子油 这下回收之后 业者居然能够换标再上架 到底凭什么 大捅长机混冲同叶绿素的油品 有34项 另外加上8项假冒油品 一共42项产品 只有销毁的选项 但至于其他40种 混冲免子油的油品 以及复卫箱25种混冲 麻油的产品标示不实 回收之后能够再上架贩售 但得经过卫生局核准之外 还得面对消费大众的信心考验 张华卫生局针对大捅长机 已经混冲同叶绿素的橄榄油 或葵花油 一共42款产品要求回收后 务必造策清查后销毁 但唯独混了免子油的沙拉油 或调和油居然能够再上架 这得靠消费者的智慧 要健康还是要财富 又或者是否继续购买使用 都是个未知数 法规这样限定 无法彻底保障食品安全 却让业者有翻身的机会 主任新闻 陈峰会 SNG小组 张华 采访报道